今天我们接着上期节目继续来聊黑死病,一说到这三个字呢,想到的肯定是欧洲中世纪的鼠疫大流行,它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,其实呢,与此同时啊,在我们这片中华大敌上,鼠疫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在波动着历史的巨轮。 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1644年,这一年啊,非常非常的特殊,它有三个年号,崇祯17年,永昌元年,还有一个顺治元年,正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,北京紫禁城的龙椅上,一年之内轮流做了三个皇帝,而且啊,都是不同的王朝,这怎么回事呢? 1644年的春天,闯王李自成的大军,已经濒临北京城下,将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困于城内,短短几天之后,北京城破,崇祯皇帝就在故宫后山上面上吊身亡,闯王入驻紫禁城。 奉旨从边关回京秦王的吴三桂呢,在路上就收到了京城陷落,皇帝自杀的消息,他现在啊,对内不敌闯王李自成,对外呢,难挡清军多尔滚,于是他干脆引清军入关,想要连清抗礼。 随后,能够灭亡大明朝的李自成,竟然完全不是清军的对手,在山海关一触即溃之后呢,屡战屡败,很快啊,就退出了历史舞台,最后呢,大清入主中原,吴三桂被封平溪王,镇守云南。 简单来说,就是这么一个过程,但是其中有很多的疑点,我们来说说看,首先,李自成大军围困北京城,当时崇祯皇帝是有重兵在北京集结的,守卫部队三大营,号称有几十万人,而且这些人都是酒精沙场。 在崇祯年间,清军是多次兵临北京城下,坚守几个月是不成问题的。 此外呢,明朝这边还有当时最先进的红衣大炮,而闯军那边呢,攻城能力其实很差,一个宁武官就折损掉上万的精锐。 那为什么李自成到了这个时候,攻入北京会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呢? 其次,如果李自成大军压境,崇祯自知不敌,那他为什么不跑呢? 当时中国的北方连年大旱,加之兵货连连,早就已经糜烂了,而南方的富庶之地还在大明手中。 更重要的是,即便崇祯放弃掉北京城,明朝在南京还有一整套完整的行政中书,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,缓一时再图天下嘛,这完全没有问题,何必非要固守北京,最终落得个国魄身亡的下场呢? 再有,李自成兵临城下之后,还派人来找崇祯弹劾,李自成说,其实我不想当反贼,我还是任您做皇帝的,您给我一块封地,赏赐我一百万两白银,我就当个王就可以了。 而且啊,这个王我也不白当,我帮你攘外安内,像是镇压其他的农民起义军,或者是抵抗满清,镇守边关,这些事啊,我通通都可以做。 你听听看啊,这可是一个待遇非常优厚的城下之盟啊,崇祯在设计将寝之际,竟然没有答应。 李自成当时已经自立为王了,占据了山西河南一带,你给不给他,他自己都已经拿到了,现在无非就是多掏一笔钱出来,还能让他去消灭张献忠,甚至抵抗满清。 就算崇祯担心,日后伟大不掉,也总比眼下就城破国王,来得强吧。 还有啊,这一次议和,我们站在李自成的立场上,想想也是蛮奇怪的,他费这么大的力气都打到这儿了,把京城都给围住了,离夺得天下,就差最后一步,他怎么放弃了呢? 要个封赏就回去了,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。 说到这里啊,同学们是不是都有这样一种感觉,就是无论是崇祯和他身边的满朝文武,还是李自成自己,都不相信闯军能够攻克北京。 但凡能够坚守一段时间,等到吴三桂以及各地的秦王兵马赶到,肯定能够转危为安。 我们在把目光跳转到李自成拿下北京之后,仅仅过了40天的时间,他就仓皇撤离,在这段期间,他出兵山海关, 被吴三桂和清军打败,经此一战之后啊,从前功无不克的闯军,就像是从来就没打过仗一样,都不说依托北京城防守一下,直接弃城,然后呢,就是被清军追得到处跑。 之前对于这件怪事的解释啊,是闯军进入到北京城之后,腐化堕落,失去战斗力了,但是起义用了十几年的时间,堕落却短短40天,他的闯军可不是骤然壮大的乌合之重啊,这堕落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。 而且这帮人并不是从来都没有进过城的一帮土豹子,他们占领过洛阳西安,这些都是大城市啊,为什么偏偏进了北京城之后,就沉醉于花花世界了呢? 你看,这么多的问题,能够解开这一连串疑团的关键性的钥匙,就是我们要说的鼠疫。 1644年啊,正是全球鼠疫的第二次大流行期间,没错,就是和三百年前的欧洲黑死病,是属于同一次大流行。 当李自成濒临城下的时候,城中正好爆发了鼠疫,本来北京城的人口就多,闯军逼近,又有大批的难民百姓涌入城中,然后呢,被围困其中。 瘟疫就如同冲击波一样的爆发了,号称守军四十几万,但是真正能够有效动员起来的战斗力呢,只有几万人罢了。 正如前面所讲啊,此前清军也多次濒临城下,崇祯皇帝他是有足够的信心的,北京城绝对不可能被攻破。 和谈失败之后,李自成只是想惩罚性的攻击下城,可谁想到,守军们纷纷现成。 这说明了什么?瘟疫不仅击溃了军队,更击垮了人心。 因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,爆发百年不遇的骇人瘟疫,这在古人看来,也就是上天在传达一个消息。 什么消息?大明朝已经被时代给抛弃了。 李自成自己都不敢相信,如此轻易的就进了北京。 而让他更不敢相信的是,曾经梦里面无比繁华的北京城,现在却是如同鬼欲。破城之后,瘟疫的传播环境得以透透风,随着城里面的人逃出去,瘟疫是有所缓解的。 李自成进了北京,等于是继承了明朝的正统,他做了件什么事,赶紧登基立国。 军队自然也就驻扎下来了,随着对降军的收编,频繁的接触,本来缓和的瘟疫再度爆发。 所以,让闯军在短短40天就失去战斗力的,并不是北京城里的花花世界,而是满城都看不见的鼠疫赶军。 李自成,山海关一战实力,离开北京,一路退却的同时,也把瘟疫传播开来,闯军各地留守的部队先后感染,于是他后来弃山西,弃西安,最后败死九宫山。 在古代的卫生条件之下,一旦军营出现瘟疫,整个部队都可能不战而溃。 李自成也是一样的,到手的江山就这么丢了,而且还是丢给了异族,颇让人感叹。 明朝可真是祸不单行,你看,有满清,有流寇,还有鼠疫,可以说是天欲亡民。 今天有不少人称赞多尔滚的才能,其实呢,历次北方民族入侵中原,其领袖的能力在多尔滚之上的比比皆是,如果没有李自成和鼠疫,满清是没有希望染指中原的。 1644年的春天,满眼看不见的细菌改变了历史,当时的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,它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。 蜀疫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呢,骤然离去,等待着下一次召唤,我们人类也在努力地争取掌握自己的命运。 200年之后,当蜀疫再度卷土重来,我们和蜀疫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,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19世纪蜀疫的全球第三次大流行,这一次主要的爆发地呢,就在我们亚洲。 先是从云南开始,然后呢,蔓延到广东,1894年登陆香港,香港在那个时候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殖民地,城市繁华,人口密集。 这一年的7月啊,很多同学都知道,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。 就在开战前的两个月,5月4号的时候,香港医院收治了第一例鼠疫病患,6天之后就已经有40个人死掉了, 5天之后,每天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00人,随后15万香港居民,起码有10万人闻风而逃不知去向,剩下的也是闭门不出,可以说是一夜空城。 香港总督赶紧向国际社会求救,19世纪下半叶,微生物学高速发展,随着高倍显为进,细菌分离培养鉴定的方法不断地成熟,各种细菌都被相继发现了。 人们都相信,所有的流行病就是细菌引起的,因此大家也十分渴望能够找到引发黑死病的细菌。 于是,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,31岁的亚历山大耶尔森来到了香港。 他出生在瑞典,后来去法国学医的时候加入了法国籍,耶尔森虽然当时名不见经传,但也算是师出名门。 他的施工是谁啊?是大名鼎鼎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。巴士杀军法,大家都听说过吧,就是他发明的。 这个巴斯德在历史上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? 对世界影响最大的100个人排行榜,他位列第十,他都排在卡尔马克斯的前面。 在他前面的都是些什么人? 穆罕默德、牛顿、耶稣、释迦摩尼、孔子、古腾堡、哥伦布、爱因斯坦是这些人。 耶尔森还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,有一次他解剖狂犬病人尸体的时候,不小心把手给弄破感染了。 当时狂犬病一旦发病,是必死无疑的。 幸亏,巴斯德研究所刚刚研制出了狂犬病疫苗,救了他一命。 于是,他就跟随救命恩人,投身巴斯德研究所。 1894年,香港爆发瘟疫,耶尔森来到香港之后,准备撸起袖子大展拳脚的时候, 他发现已经有人截足先登,比他早来了三天。 这个人是当时世界级的细菌学家,来自日本的北里柴三郎。 虽然日本马上就要和中国开战了,但当时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,英国人的面子还是很重要的。 那在耶尔森来到香港的这一天呢,北里就已经发现了鼠疫细菌,并且通知了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。 那好了,既然都这样了,没自己什么事了,干脆就去拜访一下这位老前辈北里吧。 结果呢,耶尔森去到日本实验室发现,他们在解剖病人的尸体,但是鼠疫病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肿大的淋巴结,日本人碰都没碰。 耶尔森忽然意识到,难说我还有机会,于是赶紧动手,就从尸体的淋巴结当中找到了另外一种细菌,与北里发现的完全不一样。 随后呢,他也就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。这两个人啊,不仅发现的细菌不一样,对于鼠疫的传播路径的想法也不一样。 北里就认为是通过伤口、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的,而耶尔森则认为就是通过昆虫叮咬传播的。 后来呢,经过医学界的确认,耶尔森发现的才是真正的鼠疫致病菌,传播路径也正如他推测的那样,因此啊,鼠疫杆菌也叫做耶尔森氏菌。 香港的这一次鼠疫,到8月份的时候就自然消失了,死了几千人。 这在全球鼠疫第三次大流行当中,不算是一场大的瘟疫,但是呢,因为在这儿发现了鼠疫杆菌,所以呢,特别的出名。 在香港之后啊,鼠疫就进入了高发期,随后台湾、日本、美国、土耳其都相继开始流行,最要命的是四年之后开始的,在印度的大流行。 鼠疫病菌进入到印度之后就驻扎下来了,此后十年的时间里面是年年爆发,最厉害的时候,一个星期就要杀死六万人,这十年间总共杀死了超过千万的印度人。 因此啊,印度的人口没能超过中国,当年的十年鼠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 到了1910年,辛亥革命前夕,大明王朝还剩最后一年寿命的时候啊,鼠疫在当时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,爆发了。 这里是满清的老家,大清的龙兴之地,两个帝国主义,俄国和日本,对于东北是虎视眈眈,而欧美列强呢,为了不给日俄可乘之机,强迫垂垂老矣的清政府,说无论如何,你们都要派人去把这件事给解决掉。 这次啊,北里柴三郎也去到了东北,他当然不愿意再重蹈16年前香港的覆辙,关于鼠疫是如何传播的,理论已经建立了,就是跳蚤作为媒介,从老鼠到人。 这次北里啊,是再三的小心,一定要找到源头,于是呢,他到了东北就拼命地解剖耗子去寻找这个源头,他带领的医疗队,一共解剖了一万多只老鼠,但是竟然没有从老鼠身上找到鼠疫感军。 所以啊,他也一直都在怀疑,这一次的疫情会不会不是鼠疫呢?而事实证明啊,这一次北里又错了,最后解决瘟疫的是清政府派来的,之前我们在解读博士宁医学讲义的时候也提到过的,伍连德。 命运啊,似乎是在捉弄北里,这次他的对手伍连德和16年前去到香港的耶尔森,一样都是31岁。 伍连德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,之后呢,他去过很多国家行医学习,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位名医了。 这次他来到东北,和之前的耶尔森不同,他不仅仅是来调查的,而是肩负着要控制疫情的重任。 伍连德下了火车,就找病人的尸体进行解剖,虽然这次的鼠疫患者的淋巴结并没有肿大,但是其他的症状呢,都和鼠疫很像。 而且从尸体的内脏和血液当中,都找到了鼠疫感军。 看着北里他们,在拼命地解剖老鼠,伍连德也很纳闷啊,说人都得鼠疫死掉了,你们非要跟老鼠叫什么劲呢? 他觉得,这次的传播途径和之前的很不一样,似乎和老鼠跳蚤都没关系,而是直接通过空气传播的。 面对瘟疫,当年的伍连德,其实就和我们今天面对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,做法是一样的。 让所有有条件的人,戴上口罩,大范围的隔离。 东北大鼠疫的主战场,是在哈尔滨,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大城市,进行大规模的隔离防疫,这可是人类历史上的头一次。 伍连德手底下,懂点医学知识的人,加起来都不超过50个,他调动起全城1000多名官兵和1000多名警察,全部的防疫人员就只有这么多了。 你想,一群业余的中国人,在一个年轻衣冠的带领之下,能够搞出什么名堂呢? 而谁也想不到,仅仅100天,就在哈尔滨消灭了鼠疫,随后一个月,整个东北全境鼠疫灭绝。 代价是多少?仅仅6万人死亡。 你可能觉得,6万人已经不少了,但同是这一次属于大流行的印度,每周都要死那么多人啊。 而且要知道,当时针对细菌的抗生素还没有问世呢。 东北的这一次抗疫成功,成为了20世纪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,而伍连德也一跃成为科学巨型。 在没有抗生素可用的情况之下,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伍连德,那后果会怎么样呢?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欧洲的黑死病和当年的印度。 一旦东北的鼠疫没有控制住,扩散到全国,以1910年的中国人口总数,死亡的人何止千万呢? 我们面临的处境又是何其的黑暗,千疮百孔的满清肯定会在鼠疫当中灰飞烟灭,而在20世纪初那样的国际环境之下, 中国还能否继续完整的存在,肯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。 所以,毫不夸张地说,伍连德当年就是凭一己之力堵住了一座已经爆发的火山。 后来,梁启超讲过这样一句话,说科学输入我国已经50年了, 但是能以学者的资格与国际相见者,唯独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。 伍连德呢,后来甚至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,只可惜最后没有拿到, 这也是华人到此为止距离诺奖最近的一词。 这本书的作者王哲还写过一本书,就叫做《国事无双,伍连德》。 我们知道了,这次东北疫情是废鼠疫,是通过空气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, 那么被感染的第一个人,他是怎么来的呢? 这和当时的皮毛生意有关。 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貂皮,但哪里有那么多的貂呢? 后来就有人发明了一种办法,经过处理, 吐蕃鼠的皮和貂皮是差不多的, 于是就开始抓吐蕃鼠扒了皮充当貂皮卖。 那个时候,西方妇女穿着招摇过世的貂皮大衣, 其实全部都是吐蕃鼠扒纺织的假货。 面对巨大的需求量, 在满洲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吐蕃鼠的交易市场, 一年成交250万张皮毛。 可想而知,当时有多少猎人在捕杀吐蕃鼠? 结果呢,终于出现了一株能够在人群当中靠呼吸传播的剧毒菌株, 造成了这一次的大流行。 所以说,这场鼠疫和90多年之后的SARS, 100多年之后的新冠是一样的, 都是我们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悲剧。 可以预见的是, 这种悲剧今后还是会继续出现的。 10年之后, 鼠疫再次出现在东北, 依旧是废鼠疫, 伍连德为了这一天已经坐镇北满10年了。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, 伍连德10年磨一剑, 把疫情牢牢的锁死在哈尔滨, 在当地人口增长了三倍的情况下, 死亡人数仅仅只有6000人。 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公认的全球鼠疫头号权威。 伍连德的东北防疫总处成为了国际上著名的微生物研究机构, 很多技术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 1931年, 918事变之后, 关东军控制了东三省, 伍连德被以间谍罪逮捕, 如果不是热心的中国人和英国领事的搭救, 很可能他就此就丢了姓名。 随后他被释放, 礼颂出境, 从此再也没有涉足东北, 20年的鼠疫研究心血也就毁于一旦了。 同年, 北里柴三郎去世, 享年78岁。 1943年, 81岁的耶尔森在越南去世, 1960年, 同样81岁的伍连德在马来西亚去世。 他死前, 最欣慰的两件事情, 一、亲眼看见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, 二、 他等到了人类战胜鼠疫的那一天。 之前, 我们在解读《文明之光》那本书的时候, 讲到过抗生素的发现发展和应用。 1928年, 弗莱明无意当中发现了青霉素, 二战期间, 青霉素的提纯问题得到了解决, 这不仅挽救了大量的伤员, 也让我们掌握了对付细菌的最有效的武器。 1944年, 当我们发现炼霉素对于鼠疫有特效, 从此之后, 鼠疫走向了末路。 虽然, 我们现在有了抗生素, 能够把鼠疫很高的死亡率控制在10%以内了,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彻底的消灭它。 为什么? 因为鼠疫杆菌是长期存在于自然界, 存在于镊齿动物身上的, 我们总不可能把这些动物全部都杀光吧。 所以, 在听了这期节目, 在掌握了这一系列的知识之后, 同学们就应该明白, 注意个人卫生, 尽量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了吧。